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两包用塑料袋装着的人体大腿 几乎是同时 郊区分局 永红分局陆续接到了群众报案 发现了被肢解的人体部位 经过把头部和肢干进行整合 看出来是一男一女 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 由于不知道第一案发现场是在哪 凶手又是分段抛尸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这起案件的侦破 一时半会儿的也就搁浅下来了 转眼将近一年 1995年6月 位于加姆斯市南侧的农岩所稻田水沟里边 和加西三河大桥附近又相继发现了用塑料袋装着的肢解之后的尸体 这一下子 整个加姆斯都震动了 一时间传闻四起 说什么的都有 当时的公安局长吴济学坐不住了 他拍着桌子对刑警队下令 一个月查清死者身份 两个月拿出凶手线索 三个月破案 经过对新发现的肢体进行拼装整合 不过是一具没有头 左胸等重要部位的三分之二具尸体 除了能够确切知道是男性之外其他的信息 一概不知 这具残缺的尸体啊 被摆上了公安局的椭圆的长桌 被紧急调来的各分局有大案经验的刑警和法医 围桌而坐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从指甲发黄判断出来死者抽烟 死者的脊椎呢 稍微有点弯曲 臀部很发达 根据这个推断很可能是做办公室的 从脚指甲到下身 推断年龄应该是在32岁到35岁之间 身高为1米78至1米80 所有这些输入电脑之后 一个人体画像就产生了 事后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 可是这幅画像啊 只是人体后视图的背影 翻过来的面部情况仍然是空白的 毕竟不能推断出来它长什么样子 刑警们就是用这些有限的信息 巧妙的展开侦查 第二天 加募斯市电视台播出一条滚动字幕广告 说一男子被车撞伤正在医院抢救 身高1米8左右 身材魁梧 左手腕有伤疤 知情者请拨打电话告知 必有重谢 这条广告呢 惊动了一位姓董的老人 他的儿子董大庆已经好几天没来看过他了 往家和单位打电话都没人接 于是老董呢就拨打了广告上的电话 董大庆十年三十三岁 是侍某政法单位的干警 离婚之后啊 独自一个人生活 董大庆的父亲说 最后一次见他是五月下旬 听说呢 最近有了对象 姓任 不过呢 没见过面 家人说手腕上的伤疤 是打架的时候 被酒瓶子划的 专案组的侦察员 开车来到了董大庆的住所 邻居们也说 哎呦 有好些日子 没见着董大庆的 最后一次见面 是六月一号儿童节的晚上 他和女朋友一起回来的 只听见过大庆跟他叫秀娥 人长得很漂亮 不比头一个媳妇差 在征得董大庆父亲的同意之后 刑警撬开门锁 警务一看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屋子里面呢 一片狼藉 厨房 客厅 到处都是建在墙上 建在东西上的血迹 还有少许的骨渣和肉末 经过提取血迹化验 血型统一 与董大庆的血型相吻合 死者呀 就是董大庆 那么这时候看来找到董大庆的女朋友 任秀娥 就是破案的 关键了 侦察员们经过千辛万苦的调查 掌握了一条重要信息 董大庆和对象任秀娥 很可能是在婚姻介绍所里边认识的 于是全市将近200家有婚姻介绍业务的信息部门 统统的被过了一遍筛子 最后啊 在一家叫唯美的信息中心登记本上 找到了董大庆和任秀娥的名字 根据董大庆的邻居 和这个唯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的描述 公安局技术科很快就画出了任秀娥的画像 在东风区 一位从画川来加穆斯串门的老太太 看着画像脱口而出 这不是阿门村老马家的三丫头吗 至此 这个如妖四湖般的神秘女郎 终于露出了尾巴 所说的这个任秀娥呀 其实本名呢 叫马彦宏 十年二十八岁 是画川县的农民 一九九三年离婚之后 一个人生活 据马家老两口说 离婚后的马彦宏 一直在加穆斯 租房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已经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没跟父母见过面了 通过走访马彦宏的同学和村民 大伙都说 这姑娘啊 挺好的 挺和气 见谁都笑 只是呢 轻浮一些 心眼也多 说话呢 没个准话 三管旗下的第三路人马 则蹲守在各金融单位 因为 根据董大庆的父亲说 董大庆 有张两万元的存折 现在不翼而飞 侦察员们相信 这个贪婪的魔女 为了谋财 已经挥起屠刀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是不会轻易放弃 就要吃到嘴的肥肉的 经过半个多月的手出带兔 终于在一个傍晚银行就要下班的时候 把钱来取款的马彦宏就拿下了 马彦宏在华川县的村子里边啊 也算是家喻户晓 不单单因为人长得漂亮 更在于他放浪不羁的风流本性 和丈夫离婚之后 整理行装来到了加穆斯 原本呢 想做点买卖 轻轻松松的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商场竞争多残酷啊 本身呢 又不具备商业素养 还没上阵呢 就败下阵来了 坐吃山空 出门带的钱 很快也就花光了 于是 他打起了房东的主意 房东姓徐 叫徐学礼 妻子呢 体贴温柔 孩子懂事听话 三口之家 非常的幸福 没想到马彦宏的出现 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 马彦宏呢 没用本名 说自己叫王岚 和丈夫一起做生意 挣了大钱 但是丈夫 却和打工的女服务员勾搭上了 最后带着儿子和全部家当 与那女的过上了 没办法 我呢 就只好到一家个体富时商店 站柜台 这不就近来租您家的房子吗 徐学礼夫妇一听 哎 这姑娘 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本来呢 房子的月租金是一百块钱 这样五十块钱 就租给他了 可是好心哪 没有好报 又一个农夫雨舌的故事发生了 一天晚上 一脸欠疚的马彦宏 对徐学礼说 徐哥 真不好意思 商店老板派出近货没回来 工资一直没发 这个月的房租啊 是装出万分感激的样子 一个劲的说着感谢的话 徐学礼掏钱的时候 马彦宏看得真真切切 是从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之中抽出来的两张 那叠子钱少说也得有五千块 他的心呢 怦然一动 徐学礼还告诉他 明天呢 我跟老婆孩子 就得乘坐中午的车 去省城访亲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回来 你呢 留心点啊 看着点家 望着点门 马彦宏就琢磨着 他兜里这么多的钞票 我怎么才能把他给弄过来呢 徐学礼跟他说着话 他心里呢 惦记着徐学礼的钱 也就在那儿 心不在焉的硬喝着 行了行了 知道了啊 晚上 躺在床上 一个恶毒的计划 酝酿成熟了 我上一期节目上传之后啊 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 说这个案子之前讲过 我听过 在这儿呢 得跟大伙说一句啊 真冤枉 因为说一些老案子呀 很多这种说案的节目 内容都差不多啊 所以可能大家呢 在其他主播那儿 听过这个案子 但是在咱这儿 在咱大案纪实里边 这真是头一回说啊 行了 闲话不多说 上一期节目 我们说到了 这个马彦宏啊 看到徐学礼掏钱的时候 有一叠崭新的钞票 少说也得五千块钱 到晚上 躺在床上 一个恶毒的计划 酝酿成熟了 第二天 也就是八月二十六号 因为要乘坐火车 所以徐家三个人呢 起得比较晚 吃饭的时候啊 过来礼貌性的 让了一下马彦宏 这正中他的下怀 他说了 哥哥嫂子 要出远门 我应该为你们送行 于是出门呢 买回来两瓶啤酒 并且再从小卖店 到徐家的路上 把早已经预备好的安眠药粉末 放进了酒里边 马彦宏殷勤的让酒让菜 一直在那儿啊 说着掏心窝子的送别话 徐家三口 很快就被药迷晕了 他从徐学礼口袋里边 搜出了全部现金 又一不做二不休 拿过菜刀 把这三个人 就全都杀害了 眼瞅着这三具尸体 认为这么放着目标 也太大了 干脆化整为零 就把他们肢解了 于是在地上 铺上浓用薄膜 开始了刨钉解牛 然后骑着自行车啊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把尸体抛向了稻田 水沟 桥下 等各个地方 这件大事干完了 他又在市区租了一间条件更好的房子 单身女人 很引人注意 再说了 风流本性 也让他离不了男人 于是他来到了唯美信息部征婚 登记的时候用的是任秀娥的名字 离婚理由呢 也变了 之前说的是 爆发户的丈夫 把他自己给抛弃了 现在变成了 封建思想严重的婆家 嫌他不声誉 而扫地出门了 说的信息部里的姐妹们啊 个个是同仇敌忾 发誓要给他找个像样的 董大庆身高差不多一米八 加上正法干警的工作 使他越发显得英俊魁梧 马彦宏会煽情啊 这么多年的情场奔波 使他积累了丰富的风花雪月的经验 相识不长时间 马彦宏就退了住房 搬进了董大庆的房子里 并且不失时机的向董大庆说着 前夫如何能挣钱 挣钱呢 是男人能力的象征 他以此来试探和激将董大庆 毫无戒心的董大庆 拿出苦心积攒的两万元存折让他看 并且对他许诺 说这钱呢 留着咱们俩人以后办事用 可董大庆哪知道啊 这张存折就像通往地狱的门票 已经被马彦宏偷偷的打上了日期 1995年6月2号 两个人一番温存之后 马彦宏说了 老公 你辛苦了 我呀 下厨炒两个菜 来慰劳慰劳你 并且呢 从冰箱里边 拿出来三罐啤酒 董大庆 这心里边 还很感动 你看我这女朋友 对我多好啊 人长得漂亮 不说 又温柔又体贴 善解人意的 拿过这酒来 一饮而尽 当然了 还是那个手法 这酒里边啊 早就有了安眠药的粉末 把董大庆迷婚之后 他翻出存折 正要对董大庆下手的时候 这时候有人敲门 董大庆的同事来找他了 马彦宏演戏似的 让客人进屋了 又倒茶 又递烟 哎呀 你看 我家小董喝多了 真不好意思 同事一看 董大庆喝多了 人家小夫妻俩在这呢 自己啊 也甭自讨没趣了 没待多大一会儿 也就走了 意外出现的造访者 并没有打消 马彦宏的杀机 他又一次 操起了菜刀 这一次是轻车熟路 之前肢解过三个人了 这回有经验了 肢解过程呢 并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 邻居也没有任何察觉 后来马彦宏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还说过 杀董大庆 他也不是没犹豫 董大庆样样都好 自己的底儿 早晚得露出来 到时候 董大庆还能瞧得起我吗 再说了 他还是警察呀 在预审室里边 马彦宏 经不住铁的证据 和严厉的质问 在各种搪塞 都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之下 只好承认了 董大庆 并不是之前所说的 喝酒过量意外死亡 而是被他分尸了 马彦宏说了 存折 是他以前就答应给我的 由于董大庆案件 与1994年826碎尸案的手法 有极其相似之处 早在侦察阶段 市局领导就指示过 病案处理 如今嫌疑人就在面前 当然得问个明白 马彦宏自知无法回避了 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那份伤心劲 倒像他是被害人似的 哭够了以后 他感叹着说 人只能死一回 杀一个是死 两个也是死 我干脆说了吧 根据他的交代 公安人员开车在市郊 挖出被他埋在地下的 几具尸体的头部 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很快向法院提起公诉 要求严惩马彦宏 这也是人心所向 市有关领导也批示 要从重从快处理 事已至此 马彦宏共认不讳 人证物证极权 本来应该以一声 清脆的枪响了结此案 但是在公开审理阶段 出现的情况 却使此案有一波三折 马彦宏得以苟活 将近三年的时间 第一次开庭公开审理的时候 在预审阶段 共认不讳的马彦宏 却突然当庭翻供 说我冤枉 说以前我所说的 都是他们逼的 引诱我说的 这种垂死者的无赖表现 并没有令法官们十分意外 因为很多死刑犯 都是这样 马彦宏的辩护律师说了 大家想想 马彦宏一介弱女子 怎么能够单独杀了 受过专门训练的壮男呢 又怎么能够以一对三 灭了徐学李一家三口呢 这里面是否有第三者参与呢 法庭当场拿出 马彦宏先行下毒要人 而后动手杀人随时的证据 马彦宏的律师也早有准备 说根据马彦宏交代 和对两岸现场残留酒夜的化验结果证实 马彦宏所投药的剂量 只能使正常成年人产生困乏欲睡的感觉而已 最多是似睡非睡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彦宏下手的取胜率是极其低的 就是取胜了 也应该有搏斗撕打的过程 但是案发现场的探查记录却没有记载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 马彦宏背后还有同谋 马彦宏的所作所为 当然是令人发指 理应严惩 但是在疑点没有澄清 事情真相尚不明了的情况之下仓促判决 一是影响量刑公正和准确 二是造成更大的凶手逍遥法外 这时候马彦宏的表现呢 绝对称得上是一流的公关大师 法庭上他就是否有第三者参与此案 做正面回答的时候 他的回答总是在有与没有之间徘徊着 他说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自己干的事 事到如今了 还要别人干啥呢 法官和公诉人以及旁听者都清楚他这是托词 说没有对他显然不利 说有又拿不出具体人名和证据 因为这第三个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法庭歇庭之后 让公诉方找出马彦宏独立作案的确凿证据 也让被告拿出假想的其他参与者的证据 第二次开庭 风云突变 马彦宏突如其来的交代了他的帮凶 说一直躲在幕后的是王某 这个王某当时在华南县有一桩命案 正负罪潜逃 公安机关已经发了通缉令捉拿 王某犯案的时候 马彦宏正在狱中 这让人匪夷所思又令人不得不信 马彦宏呢 就把与王某如何相识 如何共处 如何密谋杀人 钱财分配等各个细节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 在案件重要当事人没有拘捕之前 不宜结案 马彦宏又暂时逃过疑难 时至1998年年底 加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次开庭 公开审理马彦宏一案 此前人民检察院起诉科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 证明马彦宏所言与王某相识 是虚拟的 是假的 他没有办法提供 王某相貌上的明显特征 他作案的时候 王某不在加木斯 与王某相识相处阶段 也都找不出来第三个人证明 法庭根据以上的这些理由 排除干扰 终于判处了 马彦宏的死刑 行刑前夜 有媒体记者 在狱中最后一次见着他 问他连杀四个带他不薄的无辜者是否后悔 他苦笑了一下 没有回答 问他才过儿立之年 便要离开这个世界 有没有什么留恋的时候 他哭了 这一次 不是伪装 不是粉饰 只能说人之将死 其泪也真吧 他说呀 他很想再看看他的两个孩子 加木斯连环女杀手 马彦宏案 就为您讲述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啊 还真是古怪至极 也不能说古怪 就特别稀奇 有多稀奇呢 您听听看吧 1993年的一天 浙江省慈禧市新浦镇腰堂村 有一个村民叫陈友田 这天呢 整个村子啊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 口口相传 这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说这陈友田的媳妇啊 离家出走了 这陈友田呢 急得都不行了 也不管村民们怎么说了 反正一心呢 就想把自己的媳妇 给找回来 这陈友田 跟他的媳妇陈连 俩人呢 结婚六年了 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要说起来这俩人 那也算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俩人一个村子的 从小就认识 是在1986年的时候 俩人呢 在看那种露天电影的时候 这陈友田呢 就跟陈连表白了 所以就从好朋友 变成了对象了 就开始谈恋爱了 这在当年来说 是很时髦的 尤其是在农村里面 这是自由恋爱啊 俩人的这婚事呢 双方家庭也都认可 感觉挺好 结了婚以后啊 夫妻俩的感情 那是要多好 有多好 要多腻乎 有多腻乎 陈连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啊 两口子呢 在家里边聊天 也算是促膝长谈 陈连就跟陈友田说 友田 我想出去打工赚钱 陈友田听陈连这么一说 心里边就明白了 自己的老婆呀 又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陈连心里想什么 陈友田再清楚不过了 陈连想出去啊 并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陈友田心里的一块心病 因为在此一年之前 陈友田呢 得了眼病了 大夫不给开药吗 也不知道什么药 反正这一吃啊 眼呢 确实是治的差不多了 不过 男性功能啊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么一来 夫妻生活这种质量啊 就直线下降 陈连对陈友田的态度 一开始呢 没什么 对吧 但后来慢慢的 也就冷淡了不少了 所以这回陈连突然说出去打工 陈友田心里边明白 他知道这一系列的真正原因 就是夫妻生活不和谐 但是他之前也没想过 妻子会不辞而别呀 俩人还有女儿呢 这当妈的怎么就把孩子撇下就走了呢 陈友田呢 就想赶紧把妻子找回来 从那以后啊 可以说是跑遍全国 一般情况之下 大伙打工的首选目的地 都是珠三角长三角啊 去深圳找 去这个佛山那中山那都找 也去上海 也去苏州 也去宁波 反正啊 找了好些个地方 家里边的田 也荒废了 孩子呢 就先跟着奶奶生活吧 可以说这个家 因为陈连的离开 现在啊 是乱七八糟 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他自己呢 也找 也报了案了 让公安帮着找 但是 所有办法都想遍了 都用完了 这陈连 还是没找着 到了 二零零零年 这一眨眼 七年过去了 全国正在进行 第五次人口普查 因为陈连也走了 也杳无音信 好些个人就猜想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呀 或者说 是不是人家又在哪儿 嫁人 生活下来了呀 村干部呢 就跟陈有田商量 有田呢 你看 陈连这也找不着了 要不 把他户口注销了吧 有田一听 立马就反对啊 不行 陈连 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 不能注销他的户口 就这么着 陈有田呢 每天都在期盼之中度过啊 就盼着有一天 陈连自己能回家 他这些年呢 也没有其他新的感情 一个人拉扯着女儿长大 一眨眼 自己呀 也四十好几了 2007年 12月份的时候 一个突然而来的消息 可以说啊 这整个腰堂村 又炸了锅了 那天呢 陈有田还在家里边睡着觉呢 就听见 有人敲门 咚咚咚咚咚咚咚 把门打开 这么一看 来的人不是别人 是陈连的二姐夫 这等于跟陈有田 是连接的关系 二姐夫一看见陈有田 在那 连呼吱带喘的 就说 你快快去医院 你老婆找着了 陈有田 没睡醒呢呀 迷迷糊糊的 可是 一听这个消息 整个人 蹭蹭可就脊梁过来了 赶紧就去了 慈禧市人民医院 陈有田 一看病床上 这个女人 整个人呢 是无比震惊 也是不可置信 怎么呢 这个女人看上去 蓬头垢面的 尽管说 十四年没见了 但她认出来了 这就是陈连 现在的陈连 躺在病床上 哎呦 可是显老了 也是啊 十四年了 能不老吗 这陈连呢 脸肿得也老高了 说话都困难 更让这陈有田 心里边 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呀 陈连穿着的呀 是一身男人的衣服 看起来 那个拉腿呀 那个脏啊 这十四年过去了 陈有田跟陈连的女儿呢 也结了婚了 也怀了孕了 马上就该生了 听说 自己的妈妈找着了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一看病床上 自个儿母亲的那个样子 奄奄一息啊 能不能揪过来都不知道啊 这闺女啊 捂着脸 在那儿是嚎啕大哭 陈有田 心里边有无数个疑问啊 陈连 到底这些年去哪了 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啊 怎么这样了呢 医生呢 也告诉陈有田 说你是病人家属 我呀 得告诉你他的情况 他呢 患上了急性腹膜炎 盆腔炎 如果不立刻动手术 会有生命危险的 陈有田心里是 挨着陈连的呀 一点没犹豫 救人 一定得救人 无论如何 无论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要把他救回来 经过交涉 陈有田 毅然决然的 把陈连转院到了宁波洞手术 那几天呢 家里人呢 忙的是团团转 都围着这病床上的陈连呢 好在手术挺成功 陈连这命 算是保下来了 那么到底这些年 陈连去哪了 经历了一些什么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了 经过及时的抢救 做了手术 这陈连的命呢 算是保下来了 这陈连做完手术 慢慢恢复着 也有了一些气力了 这时候陈有田呢 决定问问陈连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不光陈有田纳闷 所有人都纳闷 陈连呢 你这些年 去哪了呀 怎么十四年 也不回来呀 谁把你送到医院来的呀 你怎么 穿着男人的衣服呢 陈连 这时候有气无力的 说了一个人名 翁福来 翁福来 一听这名字 陈有田的脑子也是嗡的 一下子呀 他知道这翁福来呀 十四年前 他就知道 这个男人 跟自己的妻子陈连 有一些 不愿意提及的往事 陈有田 现在一听翁福来的名字 心里边啊 也有了心理准备了 但是 纵然做了心理准备 可陈连说出来的话 说出来的事 还是让陈有田 做梦都想不到 原来 陈连当年离家出走 根本就没离开村子 就去了翁福来的家里边 翁福来 跟这陈有田家 就隔着五百米远呐 这走路 也就是几分钟啊 这陈连呢 到了翁福来家里之后 秘密同居 十四年 那您各位该说了 这不可能啊 他俩人同居 陈有田看不见他 那别的村民 也得看得见呢 他不可能十四年来 就没出来过吧 您还真别说 还真没出来过 咱们先来说说 这翁福来 跟这陈连 是怎么勾搭到一块去的 当年陈有田 不是男性功能不行了吗 他就感觉呀 妻子陈连 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而同村的翁福来呢 经常到家里串门 时不时的 还给陈连买衣服 所以陈有田 当时心里边就怀疑 陈连跟翁福来 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但也没证据 再加上陈有田呢 性格又是那种 特别老实的 他又那么的爱陈连 又总感觉 对陈连有所亏欠 陈连离家出走之后 陈有田呢 也怀疑过翁福来 但是啊 看这翁福来 天天还是照常吃 照常喝 人小日子 过得跟往常一样 他就没想着 翁福来跟陈连一块 私奔这事 慢慢的 也就不怀疑了 现在陈连说出来真相 陈有田这心里边 接受不了啊 同时他也不敢相信呢 哦 在一个村子里边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陈连跟翁福来 同居十四年 谁都不知道 匪夷所思啊 更何况这个翁福来啊 他还不是单身 有妻子 有儿女 早就是有妇之夫了 这十四年来呢 陈连就藏在翁家的 二层小楼里边 过着隐居的生活 甚至陈连呢 一件女人穿的衣服都没了 所有的衣服都是翁福来 把自己的旧衣服改改 就让陈连穿 翁福来的妻子呢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所以翁福来的妻子 一个人住在小楼隔壁的 小房子里边 据陈连说呀 十四年以来 这翁福来呢 没有苛刻的对待过陈连 对他还不错 俩人确实也真有感情 一回嫁也没吵过 医院里边的陈连 慢慢的恢复了 意识啊 也清晰了 这时候的他 又面临一个难题啊 病好了以后 是回陈友田家呢 还是接着回翁福来家呢 得知陈友田 找自己找了十四年 这回毫无保留的拿钱 给他治病 陈连感动极了 村干部呢 也调解也劝他 我说陈连啊 你看你跟友田 这才是两口子呀 你这一失踪 失踪了十四年 友田呢 也没再找别的女人 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了 这回为你看病 这友田呢 又是倾家荡产呢 所以啊 陈连也做出决定了 让翁福来 拿出四万零六百元的 补偿医疗费和营养费 陈连呢 也不提起诉讼 也不追究 翁福来的其他责任 然后陈连 重新回到陈家 跟陈友田一起生活 自己的女儿 不马上要生孩子了吗 陈连还说了 我呀 得伺候我闺女坐月子 都回村之后 村子里边的人 一提起来这事啊 这比平时看见的 什么爆炸性新闻都爆炸啊 实在没法想 但是甭管怎么说 陈友田呢 人家始终不理会啊 陈友田也说了 我呀 肯定是原谅陈连 我找他找了那么多年了 只要他回来就好啊 照理说 回归家庭了 好事啊 两口子 接着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呗 但是 几个月之后 又出事了 陈连呢 回到陈友田的身边以后 还是放不下翁福来 又偷偷的跑去和翁福来见面 发生性关系 甚至还让陈友田 逮着了一回 2008年 春节刚过完了 陈友田还没怎么着呢 陈连呢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这个事一出 嘿 这个村子又来一特大爆炸性新闻啊 人们都说 陈连这说怎么了呀 怎么这个女人这样呢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了 友田还愿意接纳他 甚至 这家伙友田 头上是一片青青大草原呢 这绿帽子戴的啊 这这么重情重义的男的 去哪找去呀 怎么这陈连 还一门心思要离婚呢 哎 陈连也不理会这个 铁了心了就得离 理由是什么呢 夫妻之间 没感情了 可这一回啊 法院 驳回了他的离婚诉求 理由是 在陈连生病期间 陈友田 又出钱 又出力 完全履行了一个 丈夫应尽的义务 离婚理由不充分 陈友田呢 这一回也坚持不离婚 他就还希望自己的妻子 能回心转意 可是 法院不是不同意离婚吗 在法院判决第二天 妻子陈连 又失踪了 这回 又去翁佛来家里了 找吧 没找着 这回陈连呢 还真是离开村子 彻底消失了 而陈友田呢 也铁了心了 说我就要等他回来 哪怕再等15年也行 我不会再跟别人结婚的 这个事情啊 在当年 有不少的媒体 也都进行了报道 那么到底后来啊 现在有没有找到这陈连呢 陈连到底去哪了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啊 有知道这件事情 后续最新消息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 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对吧 告诉我们大伙一声 咱们今天呢 要说的这案子啊 叫地教中的女师 2016年1月15号 早阳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在早阳市南城惠港村的一处红薯轿里边 就平时放红薯的啊 挖出来了一具女性尸体 死者 正是早阳警方苦苦寻找了二十多天的失踪人 董秦勤 这董秦勤呢 43岁 是湖北早阳市人 是一家纺织厂的职工 2015年12月22号的时候 他呢 出去之后一宿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发现他骑的摩托车 就丢在惠港村三组的村路边上 随后呢 就报了案了 办案民警在摩托车附近仔细勘查 就发现呢 有血泼 还有低状的血迹 于是民警围绕血迹就展开了搜索工作 赶紧的派警犬 专门啊 有一类警犬叫血迹搜索犬 帮着搜呗 看看到底这个人去哪了 在丹阳工业园东西朝向的一条断头公路上 这血迹啊 突然就消失了 通过血迹呢 办案民警就判断 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用交通工具或者其他的运输工具 把董秦勤呢 就给运走了 从这儿这么一分析 民警也认为董秦勤 应该是凶多吉少 凶手应该是转移隐藏了尸体 民警呢 又翻过头来 反复的查看失踪人董秦勤回家路上的视频监控 就发现事发当天晚上11点55分 有个骑着摩托车的男的一直尾随着董秦勤 根据这个男人对路况的熟悉程度来看 这肯定是当地人 并且应该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 这个村子呢 一共是分为五组 这被害人董秦勤呢 是三组的人 然后围绕二组三组四组五组 反正就一个庄子一个庄子的排查 排查的重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家里边有红色大驾摩托车的 第二个男性20岁到40岁之间 经过大量的排查 民警就发现 住在惠港村五组的刘亚成 嫌疑最大 他呀 当天晚上的活动时间 活动轨迹 与案发时间 案发地点是高度一致的 这之后 专案组民警立刻就对刘亚成的家 进行了搜索 当场就搜出来死者董秦勤的手机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 刘亚成就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刘亚成说呀 他是要抢劫的 因为抢劫过程中呢 遭到了董秦勤的反抗叫喊 刘亚成就用刀 把董秦勤的脖子 连筒两刀把他杀害了 抢走了一部手机 然后用摩托车 把尸体运到自己家里 还把尸体进行了肢解 就埋在了自己的红薯窖里 刘亚成34岁 湖北省早阳市南城汇港村人 他对自己涉嫌杀人的行为 共认不惠 这董秦勤失踪案也就成功告破了 您各位听到这该说了 这案子这么简单 讲了三分多钟 这就算讲完了 其实啊 这后边还有着其他的隐情呢 这起案子破获之后 早阳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们 一点都没感到轻松 因为他们发现 刘亚成的作案手法 和17年前的一起案子 手法非常相似 17年前 同样是汇港村 有一个14岁的女孩 叫宁双双 被人杀害了 嫌疑人啊 隐藏的非常深 那案子争破这么多年 一直也没破了 所以结合这两起案件 民警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么这两起案子之间 会不会有着某种关联呢 民警啊 重新找出来17年前的案卷 案卷都已经发黄了 里边呢 记录着办案民警 对案发现场勘察的种种细节 宁双双 遇害那年是14岁 是早阳市汇港村人 也是一所中学的学生 1999年10月12号晚上 他呢 放学准备回家 在路上 可就失踪了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 家长看这孩子还没回来 就到处问同学们 你们见着双双了吗 双双去哪了呀 大伙都说没见着呀 宁双双失踪之后 家人是四处寻找 这一宿啊都没睡 第二天清晨就向早阳警方报了案 办案民警在距离村办公室东侧500米的一条小河里 还有河坝西南角的路边上 就发现了宁双双的尸块 这宁双双啊 也被肢解过了 经过法医尸检 当时怀疑宁双双还遭遇到了性侵 天公不作美呀 那个早上啊 早阳市阴雨绵绵 之前一宿大雨是下了整整一夜 由于案子发生在深夜 雨水呢 顺着这河堤 哗哗的就冲刷着 毁灭了很多关键的犯罪痕迹 当时看到宁双双的尸块之后 警方心里边都打鼓啊 不寒而栗啊 这凶手太残忍了 心理素质太强大了 民警呢 根据对嫌疑人的刻画 在早阳市南城惠岗村范围之内 针对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有屠宰经验的男性 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和排查 可是依旧没有结果 在那个下雨的夜晚 十四岁的宁双双 到底遭遇了什么 凶手又是谁呢 这案件多年在那悬而未决 始终破获不了 成了民警们的一个心结 对于宁双双的家人来说 这也是过不去的坎儿 十几年的时间 备受煎熬 2016年1月15号 早阳警方用二十多天的时间 成功侦破了43岁父女董秦勤失踪案 刘亚诚被抓获 董秦勤的尸体被找到 所以再次看到这董秦勤被害的这种作案经过 就让参与过17年前宁双双被害案的民警感到似曾相识 专案组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病案侦查呢 为什么把这两起案子混到一块 第一个作案的地点都是在汇港二组到三组之间 侵害的对象也都是女性 被害之后也都对尸体进行了肢解 那么宁双双当年是不是被刘亚诚所害死的呢 但是这个推测呀 很快又让民警们推翻了 为什么呀 因为17年前嫌疑人刘亚诚只有17岁 一个17岁的青少年会做出来这样的事吗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这两起案件到底有没有关联 该怎么求证 根据调查 尽管刘亚诚和宁双双都在一个村子里 但俩人的生活呀 没有什么交集 也没矛盾 也没仇恨 不过民警们也分析 虽然刘亚诚和宁双双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 作案人在犯罪过程之中 对犯罪时间地点被害人的选择都会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作案人一次作案得手之后 在以后的犯罪之中往往会习惯性的用同样的手段 这是由人的潜意识或者说是行为习惯所决定的 民警呢 决定直接对嫌疑人刘亚诚进行问讯 民警就说了 刘亚诚 有些问题 你态度是可以的 这起案子是你做的 也已经供述了 不过有些事情我感觉的话啊 你这十几年肯定是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哎 就是这么一句带有试探性的话 让刚刚交代了一起杀人案的刘亚诚 再次紧张起来 民警啊 明显感觉到刘亚诚的内心 有着那么一道心理防线 就是要对抗审讯 可一听民警这么说 刘亚诚那汗 唰就出来了 满头大汗 这个反应让民警心里明白 咱们之前的猜测呀 还真是八九不离十 在接下来的审讯过程之中 刘亚诚的心理防线 那是一点一点的崩溃 民警又抛出来一问题 明双双这个人 你很熟悉吧 这句话一说 刘亚诚都没等民警再问什么 直接说了 我熟悉 这事是我做的 尽管之前的推测得到了证实 但是一想 当年只有17岁的刘亚诚 就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人 17年后又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另一名妇女 是什么让一个17岁的青少年小伙子就那么残忍呢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7年前17岁 杀小女孩 现在30多岁 把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杀掉 手段那么残忍 警方就认为他心理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刘亚诚供述之后 警方也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 这案件侦破始终没进展 因为当时啊 签订这犯罪嫌疑人范围的时候 就给了一个年龄范围 20岁到50岁之间 而那时候刘亚诚只有17岁 所以呢 警方没有对他进行调查 这就躲过了警方的视线 民警呢 总想着了解这刘亚诚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于是啊 就走访了他的亲戚朋友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认为 说亚诚这人呢 看着老老实实的 很敦厚 他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啊 谁都不相信 刘亚诚竟然会是这么一个 穷凶极恶的歹徒 刘亚诚的妻子还说了 我呀 还跟亚诚聊过17年前的 那起宁双双被害案呢 他也没表现出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啊 刘亚诚杀人的时候 是极度冷静残忍 可是 在警方领着他指认现场的时候 痛哭流涕 所以他身上啊 确实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刘亚诚呢 也对自己有一个评价 他说我这人呢 是双重性格 而他认为啊 他的这种双重性格 就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刘亚诚跟警方谈论 说我认为我呀 就是双重性格 我给人的印象 是敦厚老实 但事实上呢 我喜欢琢磨事 用别人话来说 可能这算是心思缜密吧 甭管什么事情 哪怕一丁点事情 我都得琢磨很久 而往往这种双重性格 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的那种心理冲突 或者说是宁吧 就自己呀 跟自己不能和解 一方面呢 可能自己能力不够 想做的很多事情做不到 很多愿望达不成 就是处于自己对自己无能状态的那样的一种谴责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又很好面子 有着非常强的自尊心 这两方面 组合到一起的时候 这内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冲突 而这一切呀 或许也都跟他的家庭有关 他家里边呢 就他一个儿子 他还有个妹妹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所以父母对他特别的宠爱 刘亚诚说呀 长期的生活在母亲的溺爱之中 他呢 逐渐就变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又自私又自利 更受不了一点委屈 不仅如此 还不爱学习 你说家里有农活 卖卖体力活 更是没兴趣 变得是越来越懒散 所以母亲的这种溺爱 让他从小好吃懒做 面对困难的时候呢 又手足无措 变得很懦弱 他们家呢 经济状况也不富裕 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 就是在溺爱环境当中 我是这个家庭的小王子 一切都得是我的 他就有了这种强烈的自尊心 但是出去之后 我家条件又不如别家条件 就有着这种自卑心 一方面自尊 一方面自卑 那么这时候 他的内心就是这种非常挣扎的状态 同时啊 刘亚诚认为 在他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之中 他的父亲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说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暴力之中度过的 他说父亲呢 性格暴躁 独断专行 在家里掌控一切权力 尽管刘亚诚有着母亲的溺爱 但是无法避免父亲的暴力 父亲对他很严厉 甚至有时候是很轻视的 母亲呢 又是极其重视 极其溺爱 这又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矛盾 另外一种程度的这种冲突啊 这就更加剧了刘亚诚的反抗性 他说在他14岁的时候 对父亲的反抗就更明显了 进而对父亲产生了憎恶 甚至用离家出走的方式来对抗父亲 长期生活在巨大的压力和情感冲突之中 他越来越感觉自己变得内向了 变得更偏执了 更懦弱了 刘亚诚的妻子也说 结婚之后啊 刘亚诚面对矛盾 还是喜欢逃避 往往避无可避的时候 就会情绪突然爆发 这就是这么多年来 这种不平衡感 这种自卑感 就让刘亚诚变得很压抑 为了早点避开父亲的控制 刘亚诚初中没毕业 就开始外出打零工了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又不愿意吃苦 他呢是四处碰壁 他就意识到 你要想着活得有尊严 是需要能力和实力支撑的 但是呢 他又不想学习 又不想卖力气 更多的时候啊 就四处闲逛 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刘亚诚就一直徘徊在这种无能为力 又不甘心 自卑 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之中 所以这种心理一旦爆发就容易走上极端 宁双双案破获之后 村里人呢也都推测 说呀 亚诚和双双俩人肯定是认识啊 并且有身仇大恨呢 要不亚诚那么小年纪 怎么可能把双双给杀了呢 不过再说回来 一十七岁一十四岁都是孩子呀 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尽管这案子过去十七年了 但是案发当晚的那一幕 在刘亚诚的心里啊 就跟放电影似的 一幕一幕的闪了过去 这些画面在他心里已经存放十七年了 他至今都记得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多 天哪下着小雨 夜晚的村庄那是一片黑暗 当时只有十七岁的他 作为汇港村的治安队员 在村子里面巡逻的时候 和刚下晚自习骑车回家的宁双双就碰上了 刘亚诚呢 当时是村子里的治安员 他就拿着手电呢 晃了晃宁双双 他说这个行为呢 本身也没有恶意 但是招来了宁双双的恶语相向 宁双双跟他说的挺难听的 他感觉呀 特别没面子 心里呢 就有点不舒服了 这宁双双骑着自行车 到他跟前的时候 一脚可就把宁双双 从自行车上给蹬下来了 刘亚诚说呀 把这宁双双蹬下来之后 接下来 他可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所以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当时的刘亚诚脑子里边 可就出现了 他说当时啊 是想亲这个小女孩 这女孩呢 就在挣扎 他又担心被人发现 宁双双的反抗 让刘亚诚恼羞成怒 同时也加剧了他的恐惧 更怕被人发现 而这时候啊 听见不远处啊 有几个学生骑着自行车是越来越近 这刘亚诚更害怕了 如果被发现了 这事情败露了 回去他爸爸不得打死他呀 刘亚诚这时候心里边恐惧到了极点 也愤怒到了极点 宁双双也听见有人来了大声的呼救 这时候刘亚诚就更慌乱了 然后把宁双双呢 就摁在了田地里的一个水窝里边 就这样 宁双双反抗的越激烈 这刘亚诚啊 可就越残忍 在刘亚诚的记忆里 应该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 但是在他的脑海之中 就好像是一瞬间 一切都安静了 当把宁双双身子翻过来的时候 发现宁双双已经不动了 没有呼吸了 他呀 就把这尸体往东边那稻田里边拉 宁双双才十四岁 就这样惨死在了刘亚诚的手上 而刘亚诚之所以这么做 还有一个原因 这宁双双是刘亚诚妹妹的同学 宁双双呢 还经常到他们家去玩 他们是很熟悉的 正因为他们这么熟悉 刘亚诚才更下定决心 要杀害宁双双 他怕宁双双把事情捅出去 家人对他指责 周围人对他指责 为了避免自己的行为 可能带来的麻烦 他呢 跑回家里 拿了一把刀 拿了两个化肥袋子 他说在他看来啊 隐匿证据 延长警方发现的时间 防止警方查到死者和他之间的关系 这就相当于一切都没发生了 他呢 就把尸体肢解之后一块一块的扔掉 事实上 杀人之后 刘亚诚也是精神恍惚 心乱如麻 得知民警在村子里反复排查寻找凶手 他呢 把自己在案发当天穿的衣服都藏在衣柜身处了 后来又把这些衣服转移到房子后边 用土给埋上了 就担心上面的血迹会成为罪证 在这之后 刘亚诚多次重回案发现场 仔细的查找一遍 就怕被人发现证物 发现痕迹 从那以后 刘亚诚就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最终啊 还是把自己犯下的罪行 告诉了一直溺爱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呢 不仅没有劝刘亚诚自首归案 反而还送他去打工 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得知警察没有怀疑到自己 刘亚诚这才如释重负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秘密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些年呢 也一直折磨着他 在那之后 刘亚诚也娶其生子 这种罪恶感呢 也被他压抑了起来 一直自欺欺人 越压抑 他呢 就更软弱 这婚姻生活呀 就更加的一塌糊涂 刘亚诚的妻子说 结婚之后 刘亚诚作为一家之主 作为男人 不仅没有承担起家庭责任 还迷上了赌博 本来日子就不富裕 这下子更雪上加霜了 但刘亚诚面对家庭矛盾 还是选择逃避 2015年12月21号 刘亚诚和妻子 又因为打工的事情发生争吵了 妻子一气之下 住回娘家 当天晚上 心情压抑的刘亚诚 约了几个朋友 在早阳火车站附近吃饭 喝了酒之后啊 骑着摩托车 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闲转悠 他再一想 你说我这日子 怎么过成这样了 媳妇吧 不理我了 回娘家了 我还有两万块钱的赌债 越想 这心里边越觉得憋屈 晚上11点50分左右 看见一名中年妇女 也就是董琴琴 骑着摩托车 从火车站对面的棉房厂出来 这时候 刘亚诚这脑子里 可就又有了歹念了 他呢 就跟了上去 尾随着到了这案发现场 把董琴琴的摩托车 拦停下来 用刀抵着董琴琴的脖子 索要钱财 董琴琴当时就在那喊救命 刘亚诚和董琴琴 都是惠港村的村民 他们俩呢 也认识 因为刘亚诚和董琴琴的丈夫 有过来往 刘亚诚 这就像当年杀害宁双双的时候一样 这一回啊 也担心董琴琴 把他这抢劫的事情败露出去 如果说这事败露了 那么必然会牵扯出17年前杀害宁双双的案件 所以当时刘亚诚就想着一不做二不休 得了吧 杀了他吧 仅仅是因为一次普通的口角 14岁的花季女孩就被他残忍的杀害 而在十几年之后 两个孩子的母亲董琴琴也命丧黄泉 这刘亚诚呢 每次作案的时候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恶魔 但是做完案之后 又有着无尽的悔恨 可是再悔恨又有什么用呢 最终刘亚诚被依法判处死刑 咱们这个案子呀 就为您讲述完了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